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姐姐的保养抗老数据库 今天的主题是要水润,不要水肿 话重点,我们今天讨论的水肿都是无害短暂的生理性水肿 像是我们吃饮吃多了引起的水肿 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身体发生了特别异样的持续消不下去的水肿 一定要提高谨慎 因为有一些内脏的疾病或者是假装腺类的疾病 都会引起身体的反常性水肿 好,说回我们的生理性水肿 以下我就通称为水肿 我总结了三个经常会让我们引起水肿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 很多人都知道吃盐吃多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脸会很肿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吃糖吃多了也会水肿 因为胰岛素水平过高 就会刺激我们的肾脏储存更多的钠 导致身体储存更多的水分 如果真的想要降低水肿发生的次数 饮食上面第一是要做到少盐 第二就是要做到少糖 避免是太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 让我们会肿成猪头的第二大原因 就是激素水平了 像你说如果是在黄体期 就是排卵期到生理期的前一天这段时间 我们的子宫会调节成受孕模式 它会将更多的营养和水分留在身体之内 所以这是很多人马上到生理期了 体重会无缘无故上升的一个原因 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生理期之后这些腹肿也就会自然消退掉了 第二个就是皮质唇的分泌 像女生一般都会比较的胆小 易受精比较容易紧张 这种高压紧张的情绪会导致皮质唇的过度分泌 皮质唇的分泌会影响抗力尿激素的分泌 从而让身体感觉到你正处在高压的环境之中 需要储存更多的水分来度过危机 从而导致了水肿的发生 所以放松心情缓解压力 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水肿的发生 第三个引起水肿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的姿势不正确 比如说长时间的长头飞行 比如说长时间的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 导致我们身体血液循环不顺畅 从而造成水分在身体内的滞留 面对这种情况 其实解决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那就是动起来 站起来拉拉伸敲打一下 或者自己做一下按摩 睡前的泡澡泡脚 水肿滞留的情况也自然会减少 那以上三点就是生理性水肿的常见原因 以及缓解办法 但如果早上起来脸已经肿出屏幕 今天的美丽没办法营业了 怎么办 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日常消水肿按摩 以及其他的急救策略 我们从洗脸开始早上起来 发现脸已经中针猪头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冷热水交替的洗脸方法 冷水洗30秒钟 热水洗30秒钟 这样交替的进行 可以帮我们提高领部的新陈代谢 加速水分的排出 并且还可以使肌肤变得Q弹 洗完脸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消肿按摩了 在开始这个按摩之前 我想跟大家啰嗦两句 我的按摩理念 就是尽量让皮肤待在它原本的位置 我觉得我们的皮肤 其实跟橡皮肩很像 如果是进行不停的拉扯 是会造成弹性疲劳 弹性降低的 所以为了长久的课持续发展 我是建议大家采用按压 以及清滑的方式 来进行面部按摩 赶紧开始按摩吧 洗完脸之后 不需要擦其他的护肤皮 我们直接上按摩油 什么牌子的按摩油都可以 只要能起到润滑的作用就好了 如果正在大量的长痘痘 或者皮肤正在过敏间的小朋友 请不要进行按摩哦 整套按摩一共六套动作 我现在来跟大家一一的介绍每个动作 在视频的最后五分钟呢 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完整的做一遍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按压锁骨 用手指度在我们的锁骨上方进行来回的按摩 然后在下方进行来回的按摩 第二个动作呢 叫做波美人筋 就是我们侧过头前面会突出的这一条 从我们的耳朵后方开始 一直捏到我们的锁骨上方 这两个步骤下来 就会把我们的头部跟身体的通道打通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剪耳朵 让我们拿出我们的剪刀手 中指放在耳朵前面 食指放在耳朵后面 上下进行按压 耳朵前后也是有非常多的穴位的 做完了耳朵 终于到了我们的面部 在面部呢 我们一共有16个穴位穴按摩 大家不用紧张 如果记不得这些穴位的话 可以跟着我后面的视频一起做 首先第一个呢 嘴巴下方凹下去的位置 这个位置叫做沉浆穴 第二个就是嘴巴两侧 瞳孔正下方的位置 这两个叫做地仓穴 第三个位置就是第一两侧 第四个位置就是眼头两侧 其实这个做过眼保健操的同学们都知道 这叫精明穴 之后呢 再是我们的眉头 眉中 眉尾 再去到我们的太阳穴 太阳穴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到耳朵前面的三个穴位 一二三 点完之后我们就要去到耳垂的后方 这个叫做一方穴 大家按下去是不是会有一些非常酸痛的感觉 在下一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下额脚跟下巴的连接处 按下去也是会非常的酸爽 再下来就是我们的脖子了 在美人镜的前侧跟喉结的方向被骑 再往下一点点还有一个穴位 最终呢 去到我们两个锁骨中间 大家在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是要按压 然后到下一个位置的过程呢 是要轻轻的滑动 尽量的不要拉扯到我们的皮肤 好 画完了星星就是实打实的面部按压了 双手握拳 我们要用这个位置来进行面部的按压 面部呢 我们会画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眼睛下方画一条横线 鼻翼下方沿着我们的面骨画一条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嘴角旁边 然后到我们的咬肌画一条 握拳的顺序呢 也是小指线路 慢慢慢慢的滚到我们的食指 到最后这个咬肌的位置真非常非常的酸爽 大家可以多按两下了 大家只要记得这三道杠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按摩动作了 就是关于我们下额线的 也会用到我们的剪刀手 用食指跟中指包裹住我们的下巴 通过按压的方式依次按几个穴位 一二三四 到了耳后呢 我们就换成了刚刚捏美人筋的动作 耳后 喉结处 下一点锁骨上 好啦 以上六个动作就是我 亲测有效 徒手消肿按摩法 在视频的最后 我会跟大家一起完整的练一遍 大家以后需要按摩 也可以找回我这个视频 看最后的五分钟 一起进行练习 脸部按摩结束了 我们现在手上脸上 全部都是按摩油 这会儿呢 我会建议大家 选择一条温热的毛巾 用按压的方式 来把面部多余的油脂清走 如果是干线皮肤呢 我不建议你去洗脸 你可以用化妆棉 滴上清爽的爽肤水来进行二次清洁 但如果是油性皮肤在夏天的话 还是可以用温和的洗面奶来进行一次洁面的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介意油脂 健康适量的油脂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皮肤保持健康弹性 这是为什么油性肌肤 会比干性肌肤老化的慢的一个原因 做完了按摩之后 相信大家舌肿的情况已经有所缓解 这会儿呢 大家可以喝一杯黑咖啡 如果是胃部不舒服的小朋友 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选择 比如说像玉米虚水 横到玉米水 或者是南瓜汁 喝完了这些健康饮品之后呢 我非常非常建议的大家一定要多喝水 对你没有听错是多喝水 其实导致水肿的原因不是因为你喝水喝的多 而是因为皮下的水分滞留无法排除 如果你这会儿水分深入不充足呢 身体会启动一个紧急锁水模式 滞留的水分更加不容易排除 喝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提高10%左右的心神代谢 移水排除才是最健康有效的消肿方式 如果条件允许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做半个小时的运动 像是瑜伽呀慢跑呀 只要可以快速的激活身体 短期内提高新陈代谢 都是可以让消肿的效果是半功倍的 好了运动完呢就是吃早餐了 如果水中情况已经发生 千万不要再吃重口味的早餐了 一定要避免盐糖精致化合物的摄入 大家可以选择加一根香蕉 或者是加一个奇异果 科普时间到 消水种的关键呢 就是要多多补充甲元素 因为甲可以和纳结合一起排出体外 击退浮种 在众多的水果之中呢 香蕉和奇异果就是含甲量的嚼嚼纸 所以早餐就来一根香蕉 或者是来一个奇异果吧 我来跟大家做一下总结 如果早餐已经肿得不行 我们可以怎么办 第一用冷热水浇地洗脸 第二做我的五分钟小纸操 第三来一杯健康的消脂饮品 第四有时间的话做做运动 地屋早餐的时候加个香蕉 或者是奇异果吧 大家如果有什么消水种的好办法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那就请帮我点个赞吧 当后的部分就结束了 想要一起来按摩的小朋友 赶紧去洗脸擦香香 我们来一起做面部消肘按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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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猫猫猫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